屏東小琉球在10號發生了海龜遭到騷擾事件 一名男子疑似是摸不到海龜 就伸出右腳重彩 惡劣的行徑全被一旁的民眾拍了下來 面對藍茶的時候 男子還不斷的找藉口掩飾自己的行為 但是證據會說話 他也成為了第一起騷擾海龜被打的現行犯 穿著藍色潛水衣的男子 先是伸出手想要摸摸海龜 但沒想到因為距離太遠 他竟然換個方式 伸出右腳重重的踩在海龜身上 沒有啊 沒有啊 沒碰到耶 都沒有碰到 他游過去我旁邊有塔外跑 兩人你一句我一句 想要就此搪塞過去 但惡劣的行徑早就被拍了下來 想不想玩海龜嗎 不是 你不是我嗎 就是我們在游泳嘛 那個浪不是這樣可以接受嗎 事情就發生在小琉球 10號安檢所接獲通報 有遊客在花瓶岩附近海域 先是出手騷擾海龜 接著又出現踩踏的動作 種種不尊重的態度 令人看了相當生氣 遊客疑似有騷擾海龜的情形 並根據獵舍所拍攝影片的內容 來全力追查 後來於衛生所前方發現 該騷擾海龜的民眾 事後經過學者的判定 影片中的海龜是保育類的綠蜥龜 雖然男子不斷找藉口 想要掩蓋自己的行為 但影片會說話 最後也依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 寒送屏東地檢署偵辦 他也成為第一起 騷擾海龜被逮的現刑犯 藉宋世偉屏東報導